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沙漠通常会给人们一种危险重重 毫无生机的感觉 但对于很多科研人员来说 一望无际的沙漠却为那些重大的科学发现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证据 那里埋藏着曾经的古代文明 蕴含着无尽的矿产资源 也记录着地质运动和气候变化的诸多信息 今天我们将带您探寻的是我国第一大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 而故事还要从一次科考说起 几年前的一个夏日 一个由十余人组成的考察队走进了塔克拉玛干沙漠 寻找一座消失在沙漠腹地中的古代城堡 经过几日的探测搜寻 考察队在岳浦湖县周边的沙漠中 相继发掘出了一些古代陶器和钱壁 以及一段古城的断壁 也就是在此次考古过程中 考察队员还意外发现了一个沙漠中的湖泊 据当地人说 这个湖泊拥有非凡的神力 人躺在湖中不仅不会沉没 而且身上的病患还会不治而遇 因此当地人都把这个湖泊称作圣湖 由于所剩补给已经不多 考察队没能为圣湖之神力找到科学解释 沙漠圣湖也就一直成为了未解的悬案 不久前 当初参与寻找古城的专家 哈什地区国土资源局高级工程师少开山 决定对圣湖进行一次全面考察 破解其中隐藏的自然奥秘 地理中国设置组随同前往 新疆地域广袤 有166万平方千米 占到我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正因为如此 新疆天山南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地貌景观 天山以北的北江地区受到北冰洋水气的影响 气候相对湿润 以寒温带的森林草原地貌为主 而天山以南的南江地区 因为周边高山的阻隔 气候更加干旱 形成了我们国家最大的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 传说中的圣湖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岳浦湖县内 岳浦湖县距离乌鲁木齐市1560千米 全线面体3300多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17万人 到达岳浦湖县后 考察队听到了很多关于圣湖的传闻 村民阿苏木说 几年前他不小心割伤了胳膊 后来皮肤出现了严正溃烂的现象 村里人都说他是触怒了土地神 劝他到圣湖去沐浴 以求得到宽恕 于是阿苏木来到了圣湖 在湖水中沐浴了几次后 伤口竟然痊愈了 这也让周围十里八乡的人们 对圣湖更加崇拜敬仰 考察队在沙漠边缘 一个叫阿红鲁库墓的村镇 结结完毕 得知我们要进入沙漠腹地探寻圣湖 村民们换上了迭日的盛装 用热情的歌舞和丰盛的晚餐 向我们表达祝福 希望我们能一路平安 阿红鲁库墓是一个位于沙漠边缘的秀美村庄 它依托绿洲而建 湖水弹绕 宛若在外江南 从这里到达圣湖 大概有七十多千米的路程 晚饭过后 考察队员和村里的向导 讨论第二天的行程 记者原本以为 考察队要骑骆驼穿越沙漠 但是村民却告诉我们 还有更加适宜的交通工具 那就是大马力的拖拉机 村里人进出沙漠都是靠他 虽说村民一再强调拖拉机马力大 越野能力强 但队员们并没有乘坐拖拉机考察的经历 看来这注定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沙漠考察之旅 第二天一早 考察队员们在村头集合 一台足有五米长的拖拉机 已经等候在那里 为了乘坐舒适 村民们在拖斗里铺上了棉被 几位村里的小伙子 自告奋勇 要做我们的向导 随着拖拉机的一阵轰鸣 队伍出发了 设置组注意到 刚刚进入沙漠之时 还有一些绿色的灌木点缀其间 越往深处行进 植被越为稀疏 路上的沙山也越发高大 在翻越这些沙山的时候 拖拉机几乎陷入其中 大概行进了十多千米之后 考察队看到 不远处的沙海中 突然出现了几间房屋 难道在沙漠之中 还会有人居住吗 来到近前 考察队员发现 房子是用土坯累制而成 向导说 沙漠中运输不便 外面的石头运不进来 建筑材料多是就地取材的沙土 从外观上看 土质房屋非常紧陋 不像是长期居住的处所 可是在房屋里面 队员们却发现了一些常见的日用品 你这次你过来看一下 有没有多少个 看一下 走 再过一个礼拜 三四天以后 我过来 全部你练我看一下 我练你看一下 帮助看一下 就回去吗 能回去 回去的话就在这住 原来 原来这几间房子在当地被叫做东窝子 是牧民们冬季避寒时居住所用 专家告诉我们 在沙漠的边缘地带 稀疏地分布着一些植被 灌木和草垫并存 有些区域还适合放牧一些山羊之类的小型牲畜 冬季时 沙漠上的风沙很大 放牧过程中 一旦风沙来临 牧民和羊群都要有避风的处所 于是当地人就搭建了这样的简易住房 属于沙漠地区牧民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 靠杂队沿着圣湖的方向又行驶了一个多小时 队员们发现 前面的景色开始出现了变化 植被突然间丰富起来 向导告诉我们 圣湖到了 考察队看到 这是一个两边高 中间低的洼地 四周生长着很多灌木 在低矮的枝叉上 挂着许多人们丢弃的衣物 这是怎么回事呢 自便沐浴的人 走的时候必须甩一件东西 就是这是一个习惯 就是来圣湖沐浴的人 走之前要把自己的一件衣服丢下来 必须丢一件 丢下丢一件衣服 呈现出月牙的狭长形状 湖边生长着一些芦苇 湖水泛出浓浓的绿色 这个并不起眼的小小湖泊 果真会像传说中的那么神奇吗 正当考察队员 正当考察队员疑惑之际 重行的司机向导 纷纷脱去外衣 跳入了湖水之中 只见向导等几个人悠闲地飘浮在湖面之上 不用滑水也不会下沉 当地人都认为 是圣湖特有的神奇力量 把他们拖在了水面上 这样奇怪的情景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随行的地址专家给出了解答 所以你看这个树上 发白的这就是盐分 这就是盐分 在水里洗了一下 马上就变成这样 这证明盐分很高 所以它这个湖里面的比重 就是很大的 就框化度很高 邵开山解释说 这种奇怪现象 应该是湖水的比重大造成的 在国内外 都有一些湖泊 具有这样的特性 其中最著名的 就是位于西亚的死海 由于湖水含有大量的盐分 导致比重增加 因而人们可以漂浮在水面之上 专家告诉我们 像这样的湖泊 往往都分布在干旱的沙漠地区 降水量少 蒸发量大 日复一日 湖水的含盐度会不断升高 其比重也会逐步增加到 可以让人漂浮的程度 而对于湖水能够治病的传闻 邵开山也做了调查 老百姓所说的能够治愈的疾病 多是皮肤病或皮肤表面破损 溃疡等病症 专家提取了水样并进行了化验 随即发现 湖水中含有大量的氯化镁 达到了20毫克镁升 而氯化镁具有一定的杀菌消毒作用 因而会对一些皮肤病症有治疗作用 这时向导告诉我们 在附近的沙漠深处 类似的湖泊不止一个 而是五个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 湖水为绿色的圣湖 还有湖水颜色分别为 红色 白色 棕色和黄色的四个湖泊 也有治病的作用 当地称他们为五彩圣湖 那么其他的几个圣湖 是什么样子呢 在向导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圣湖的旁边 眼前的情景 让考察队员大失所望 只见湖底就像一个圆形的锅底 已经几乎完全暴露 只剩下浅浅的水洼 残存的一点湖水中 密布着稀出的白色盐分 这样的景象 让队员们颇为惊诧 传闻中的圣湖 几百年来 水位从未下降 更不要说湖水枯竭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其他几个颜色的圣湖 会不会也是同样的场景呢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 这五彩圣湖呢 是由五个不同颜色的湖泊组成的 队员们仔细考察之后发现 现在只有绿色和棕色圣湖 还有湖水 但是水位呢 也大大的下降了 其余三个颜色的湖泊 都已经完全干涸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这种百年不遇的情况发生呢 沙漠之中形成这样一连串的圣湖 水源又来自哪呢 考察队继续在沙海中看去 根据圣湖所处的位置 专家在勘测了周边地形之后 找到了圣湖形成的原因 在沙漠之中 附近没有水源的注入 按照常理来说 形成湖泊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专家说 圣湖所在的区域 是在一个小型盆地的底部 地势较低 加上距离沙漠边缘的高山 只有一百多千米 雪山上的溶水渗入地下之后 就成为了圣湖的补给水源 所以这些湖泊 能够在蒸发量极大的沙漠之中 保持常年不会干涸 通过分析专家认为 岳浦湖县所处的塔赫拉玛干沙漠西部 主要的补给水源就是伊尔羌河 伊尔羌河进入沙漠之后 河水大量下渗 成为沙漠中的地下水 在低洼地方汇集 形成了沙漠湖泊 由此可见 伊尔羌河就是圣湖湖水的 主要补给水源 专家推测 会不会是伊尔羌河出现了断流 导致了圣湖干河呢 于是考察队决定 到伊尔羌河的上游 去一探究竟 离开岳浦湖县 考察队一路向东南方向行进 进入麦盖提县 来到了伊尔羌河的上中游地区 和预想的情况并不相同 设置所看到 伊尔羌河的河水滚滚而来 丝毫没有水量减小的迹象 七岳湖的水泥台阶 大家可以看水泥台阶 它应该是从那头 七月份全部沿河都要防洪的 不防洪都跑了人住的地方去 专家测量后发现 伊尔羌河长年以来水量稳定 今年甚至比去年的水量还要偏高 看来圣湖干河还是另有原因 考察队离开麦盖提县 返回岳浦湖 途中一棵巨大的柳树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向导告诉我们 这棵柳树被称作柳树王 近距离观察 考察队注意到 这棵柳树有些与众不同 它是一株卧柳 整个柳树的枝干就像是糊糊在地上 而枝叉都是朝向东南方向生长 向导说 这棵柳树已经有超过两千年的历史 据传是西汉张谦出使西域之时 亲手栽种 由于西汉都城长安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南方向 因而柳树的枝叉都向着张谦故土的方向生长 通过测量 考察队员发现 这棵柳树的树干高度接近二十米 最粗的地方周长超过了七米 整棵柳树覆盖的面积达到了八百平方米 是名副其实的柳树王 那么它为何会成为一株卧柳呢 我们这个海市地区呢 它这个西北风比较盛行 我想可能它这个岛的方向应该是朝那个东南方向岛 我们现在看看 我这有罗盘看看它的方向是不是符合这个规律 很好规律 我们现在看一下 现在应该是这么个道理 因为你看 这现在是南北方向 这边是南北方向 这是东西向的 就是西北风 它正好偏一点 偏向东南 然后它应该是向东南方向 倒幅 所以这个应该是 和风有一定关系 应该是和风力的关系还是比较大的 专家认为 冬季时 岳浦湖县会刮起强劲的西北风 风力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十级以上 所以这一地区的树木 不会长得特别高大 柳树王的树叉在风向的影响下 也就都倒向了东南方向 那么 如此大的风力 肯定会造成蒸发量变大 这会不会是圣湖干涸的原因呢 专家解释说 岳浦湖县的年降水量 只有五十至一百毫米 但是年蒸发量 却高达两千毫米以上 造成了这里干旱的气候特征 但是圣湖湖水的补给 主要是冰川溶水汇集的地下水 并不会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 而且近几年的气候状况 并没有发生大幅度的变化 不会使得湖水突然干涸 考察队在岳浦湖地区的沙漠内外 展开了一周多时间的调查 种种设想缘由都被一一排除 还是没能找到圣湖干涸的原因 这时 向导提供了一条线索 叶尔枪河和许多流入沙漠的河流一样 是典型的季节性河流 为了把河水引到沙漠更深处 上世纪六十年代 当地修建了一条饮水灌渠 卡纳渠 考察队员在向导的指引下 来到卡纳渠的中部 这里有一个饮水基站 远远看去 灌渠边上生长着茂盛的杨树 为沙漠增添了一抹亮丽的绿色 走到渠边 考察队员发现 渠水已经完全干涸 卡纳渠就是田里木和这个 埃亚瓦子农民的中部队的时候 用的这个水 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干过 没有 这个渠你看 这个下面也都是实的嘛 以前到现在没干过 半个多世纪以来 这条水渠为周边农牧民种植的庄稼棉花 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 一直没有中断过 现在为什么会出现水渠干涸的情况呢 专家分析说 近年来 由于不可再生能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 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 以及其他因素 导致了全球季后的变暖 世界各地的冰川 都在不同程度的消退 比如青藏高原地区的冰川 每年都以数米的平均速度在退缩 同样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部的帕米尔高原上 大量的冰川也在逐年消退 这影响了依靠冰川补给的许多沙漠河流的水量 从而导致了灌渠的断流 从饮水渠干涸的情况推测 附近的地下水位 由于冰川溶水的减少 也出现了下降 所以造成圣湖湖水出现干涸 这就是圣湖萎缩的真正原因 除此之外 专家还告诉考察队 受自然环境因素 及自身演变规律的影响 每一座湖泊 都有其形成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 沙漠中的湖泊 大多属于封闭型湖泊 受干旱气候影响较为明显 更是符合这样的规律 当沙漠中的地下水 在地势低洼的地方 不断涌出汇集 就形成了沙漠湖泊 在起初形成的时候 都是淡水湖 经过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湖水不断蒸发 盐分被流了下来 湖水逐渐变咸 就变成了咸水湖 甚至是盐湖 盛湖就是典型的沙漠盐湖 如果由于地质或者气候原因 造成地下水位下降 加上湖水不断蒸发 盐湖就会干涸消亡 这就是大自然的发展规律 而当地下水位恢复的时候 湖泊又会在原来的地方 或者附近低洼处再次出现 这种现象在地质学上被称作游蚁湖 是沙漠中湖泊的独特现象 像著名的罗布泊 就是典型的游蚁湖 沙漠并不完全是许多人印象中的荒芜人烟 一片四季 在沙漠的边缘 以及沙漠深处的绿洲 千百年来 许多勤劳的人们一直在那里生活 正是沙漠中这些湖泊 千亿消亡的自然现象 使得沙漠中出现了圣湖这样 矿产资源丰富 还可以治疗皮肤疾病的神奇岩湖 成为沙漠自然环境中重要的一环 影响着在沙漠中居住的人们 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习俗和生活方式 圣湖所在的岳浦湖县 现在只是一个沙漠边缘的小县城 但是在丝绸之路兴盛的时候 这里是东西方的重要贸易通道 古丝绸之路分南北两线 绕过浩瀚的塔克拉马干沙漠 在岳浦湖县汇集再一路向西 我们可以想象千百年前 这条道路上 商谷云集城镇密布的繁荣场景 而我们片中看到的那颗 知凡夜帽的柳树王 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